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兩個長度相同的弦 然後在P點連接 那左邊的這個線密度比較小 右邊比較大 那選左端固定 這個是固定端 那選的右端是自由端 這個可以自由移動 那麼他說在P等於0的時候 有一個波向右行進 就是假 這是時間等於0的波形 那麼他問說時間大於0以後的話 由於波在連接點 與兩端點間的反射 那麼下列以丙丁 各波形首次出現先後次序 首先 好首先 這個他是那個 梳戒指 梳戒指的話碰到這個密戒指以後 他固定端效果比較大 所以他反射的時候 他是顛倒 波形會顛倒 這個時候往這邊 然後入射波 波形不會顛倒 是這樣子 所以應該呢 應該是怎麼樣子 應該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顛倒 這個沒有顛倒 應該是釘 第一個是釘 然後釘以後的話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他跑得比較快 他跑得怎麼樣吧 跑得比較快以後的話 碰到他 碰到他以後 碰到固定端以後反射 碰到固定端以後反射 變成那個波 然後他還在跑 因為他跑得比較慢 只是前進 所以再來的話 應該是釘 釘釘 再來 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 他在什麼呢 然後他碰到他以後 再那個反彈 反射的話 就變成顛倒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我看 對啦 這時候顛倒 然後他還有一個波 形一個透射波 然後這個波碰到以後 反射 反射以後 他波形不顛倒 就真的這個樣子 所以再來 這個波的話 就是這個波碰到他以後 反射 然後這個波的話 是他碰到他以後透射 然後這個波怎麼來了 就是他 經過他反射以後 然後形成這樣子 因為他自由端 所以他 這個什麼呢 這個 就震動的方向沒有顛倒 所以呢 再來是以 所以應該是 顛點跟以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 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A